停课不停学 我是文胜老师 有很多同学在问电子书到底要怎么看 家长也在问 请各位直接把你的浏览器打开 在如果你是花莲县的县名 或者是老师、学生 直接在Google上面搜寻花莲县教育处 会进到这个网站 交易处的网站上面 这边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连结 如果你搜寻花莲县政府 也有这样一个连结 他会在这个地方点进来 他会在第一个跑马灯的地方 一样会有这样的一个连结 从这里点进去 就会进到我们花莲县的线上学习懒人包的部分 那电子书在哪里用呢 你往下找 这边有三家 各位最常用的电子书 那这边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全部都线上面登录 所以我们从 如果你是男一的版本 就从这里点进来 直接就可以看 直接就可以看 所以你只要找到你 找到你的科目跟年级 直接就可以进去你的书本里面 这是男一的onebook 那可以直接点选 目录 然后进来之后 一样可以下一页 下一页 这样子去做点选 那这是男一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 碳灵电子书的部分 一样是在这个地方做直接点选 那它是给你一个pdf 上面直接有连结 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领域 根据你的领域直接去做 直接去做点选 就会直接进到他的网站 那一样是 一样是这样的一个使用的方式 上一页下一页 那这边有目次 所以可以回到目录去做点选 好 这是汉灵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康轩的部分 一样是在我们刚刚讲这个网站 那点进来之后 直接点选你的 果中还是果小 然后直接选取你的想要看的 科目跟年级 然后在右边点选开启 那使用方法都是 使用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在目录这边 目次这边直接点进来 然后可以上一页下一页去使用 这是我们三家 富板社的电子书 供各位做参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